当我们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起快乐无敌 只要谁敢惹他 他就跟他拼命 这是鲁莽 这是霸道 甚至于这是一种蛮横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做人做事都是这样子 那么就会引发社会脱续的行为 而且接二连三个问题跟处理 日前因宋一鸣创立的一起发光教会 制作的福音剧图将小甜甜欢叫 并指他私生活有几大状况 引发两派艺人正义 林一飞率先跳出听小甜甜 他私生活很简点 教会成员L小姐也爆料 小甜甜被被骂是真的 K钱教会提供当天下午4点到6点50分 宋一鸣办公室的录影记录 就可澄清有没有 一起发光教会正义 如学球办越滚越大 国务专家张维尼则说 才将受洗不到几千 变得在无解释沟通情况下 被勒令请退教会 曾奉献100万却在2022年初 退出教会的阿Ben也在心中表示 一起作问要宋一鸣不要带风向 恢复九大疑问就好 资神医药记者王瑞玲则在脸书爆料 在那被洗脑快两年 证实制造假 新闻就是去年4月 太鲁格列车发生意外是 大家搭游览车到花莲 宋一鸣却刻意洗脑大家 本来是要搭上这班列车 因遭遇死生擦身而过的假象 唱会是才能有更多人来看教会演唱会 加油 仇敌要破坏我们 要毁坏我们 要让我们倒下去 要让教会瓦解小组冲突 这是仇敌的谎言 阿贵你不要中计 一起发光再次发出经文 引来义政派蓝狗狗留言力挺 当我们同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 起快乐无敌 试图小甜甜的老公也反击控诉着 教会正如外面形容那么可怕 我们是笨蛋吗 就是说导致老婆是老公的责任 做错是没关系 只要愿意回答愿意认错 在基督教成为回转相声 再答过错都会被原谅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挑战试炼 只是我们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一起走 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太太 不是你的先生 不是你的弟兄姐妹 是背后的魔鬼撒旦的谎言 唯有靠神的话 圣灵感动才能够战胜这负面的攻击 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掉入魔鬼的谎言当中 你看这个人不顺 你看那个人不对 其实真正的问题 不是那个人是背后的魔鬼撒旦 他在做挑衅的工作 各位 我们要同心合一 我们要彼此宽容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必须倚靠神与我们同在 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谎言